位于水里乡的郡坑国小 日前举办实业式祭祖父母节活动 而这次的活动也透过特别的方式来欢迎新生 我们郡坑国小团队非常重视我们一年级的新生 及开学的典礼 所以我们在今天办了一个小小的活动 在活动进行中我们也进行着一个 孝亲奉茶及拜师奉茶的活动 那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这学校里能够多元的学习 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 最主要的就是说今天刚好是开学 然后迎接一年级新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学校 然后适应我们学校的环境 县议员肖志全表示 这次的迎新活动特别安排新生及旧生来参加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对于学习生涯有所帮助 郡坑国小特别安排新生 做一个欢迎入学的一个活动 学校透过种种的这个迎新的活动 让孩子们能够心里面能够感觉更加踏实 相信对以后他投入整个未来国小的生涯一定相当有帮助 县议员陈淑慧表示 教育问题除了在校老师的教育以外 家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透过双方配合以外 可以让教育越来越好 淑慧在这里也鼓励我们新生的小朋友 刚进到郡坑国小 有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环境 当然小学一年级七八岁的小朋友 没有办法自己来规划 但是还是要请家长对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要对他们家里做一个辅导 那在学校里面当然一定要听由师长的一个教诲 以及对他们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期待 相信说只要学校以及家长共同配合 那我们幼儿的教育 国民的教育一定会成功的 郡坑国小史业是继祖父母节活动圆满落幕 除了欢迎新生进入学校以外 也庆祝祖父母节 让孩童了解孝顺的重要性 而新生进入学校也代表着注入着心血 希望这些未来的主人王们 可以在学校里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 记者邱平义水里采访报道